嗨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早安 今天屬立搭著台灣好行 遊壯圍 沒想到壯圍是這麼近的距離 而且既輕鬆又好玩 那麼在我身邊這一位 就是我們台灣的 也是非常優秀的青龍 叫什麼名字 我叫子偉 大家叫我少年老公 聽說你菜池大人 對… 我都像外國人跟學生生菜池 生菜池 也因為你菜池大人 我發現你種什麼 我是種蠔豬米 蠔豬米 對 那種稻過程 發現農業很好玩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稻子 都變成了醋 在餐桌裡面可以分享 台灣從產地到餐桌的故事 沒錯 而且呢 你有好多好多的文創商品 都很有意思 像這個啊 你會什麼有穿拖嗎 其實我們發現很多種田的 阿公都會穿這個 發現因為它跟荷蘭 有一點關係 是喔 對 然後再來是 其實我們把菜市場 穿在身上是什麼感覺 所以就把像這樣子 我們的塑膠茶 口罩 對 還有這個金座 你為什麼口罩設計成金座呢 我們小菜市場 初一十五拜拜要用 對 福禄獸戴在身上 我們平安順心一整年 原來菜市場要拜拜 所以連這個半杯都有 這是什麼 這個是橡皮叉 橡皮叉其實我們在廟裡 拜拜的時候 使用杯大家都想要的時候 把這個帶回家 小朋友也可以在家裡 考試還可以帶到考場用 原來如此啊 真的是非常有創意 對 甚至奇怪 你穿這個紫米 對 然後文創 怎麼還又有衣服啊 剛好今天天氣 這麼的熱的時候 不過又記得有防曬對不對 很多人來到這裡 忘了防曬 剛好有防曬外套 毛巾啊 其實來到這裡 就是需要一些舒服的旅遊環境 所以大家有沒有覺得 現在的青龍無限的創意啊 而且從創意當中啊 發展出無限的商機啊 是 我看你也做得很快樂耶 對啊 我們把那個工作融到生活裡面 其實我們像阿嬤都會從那個 宜蘭市的市場搭公車回來 這個撞圍的時候 來到砂丘園區 其實跟在地人互動的過程裡面 透過搭巴士的過程 台灣好險的過程 有好多的在地生活故事聽得到 沒錯 那麼如果週休假期呢 大家想要來啊 這撞圍玩一玩 到底天氣好不好喔 從衛星雲圖當中呢 我們可以看到 事實上啊 現在啊 可以說是整個太平洋高壓啊 完全籠罩 秋老虎出來咬人囉 所以各地啊 都非常的晴朗 紫外線都過量等級 那麼雨呢 會怎麼下 我們從雨區預報當中可以看到 今天就算有雨的話 就是呢 在山區 還有呢 在南投嘉義以南的山區 近山區 局部有一點零星的 短暫陣雨 或短暫雷陣雨而已 那麼呢 未來這幾天的天氣變化呢 北部地區注意囉 因為秋老虎 所以各地艷陽高照 那麼北部地區的溫度 也都有三十三甚至三十五度 那麼台北市也不排除 會有三十六度的高溫 那麼至於啊 中部跟南部的話 同樣啊 那麼溫度在中部南投 甚至高溫上看三十六度 南部啊 也都有將近三十二到三十四度左右 那麼東半部 因為是迎風面囉 所以啊 其實呢 水氣少 那麼溫度啊 同樣也都是相當高 紫外線更是過量等級 那麼因此呢 淑莉發現啊 如果大家要來這個壯圍 搭這個台灣好行 遊壯圍的話 一定要把握在禮拜二之前喔 因為禮拜三啊 今年第一到東北季風 就要南下了 所以呢 追隨著淑莉的腳步 讓我們呢 搭著台灣好行 輕鬆的旅行 來遊我們壯圍的美麗風情 再把時間交換給棚內主播囉 我們的世界總讓人措手不及 但是我們的新聞 帶給您耳目一新 隨著世界局勢的緊張 也讓通膨壓力更加擴大 能源以及糧食危機 已經衝擊到了亞洲金融 極端氣候比想像中更加靠近 您感受到了嗎 關注及跟上陳吟的腳步 抵達不其而喻的國度 從容 輕力 您最完美的選擇 東森世界日報